各位顧客大家好 请戴好口罩 结账时 请保持社交距离 谢谢 黄昏市场入口处 民众扫码实名制 但是一个一个检查 又要看手机 又得核对身份 难免有漏网之余 就怕大家忘记 区公所人员苦口婆心的提醒 走进市场内部 大家口罩挂好挂满 端午廉价 摊商说终于看到久违的人潮 市场周边也拉起封锁线 禁止进出 但还是有民众想要硬床 高雄男子区黄昏市场 下午涌人潮 外围马路窄人车很多 警方也派出人力 劝导周边摊贩落实实名制 但早上的市场可就不一样 端午廉价的最后一天 适逢礼拜一 高雄左营区的早市 不用分流入场 只要实名制登记 我们在五点半人潜 五点半人潜 那半人潜来就不用十点次 我们都没有人 确实到了早上八点 才看到远景陆续出来巡逻 而且有些摊贩也会从封锁线 进进出出的 加上礼拜一 没有规定单双号入场 市场分流能不能真正落实 真的要靠每一个人 TVBS新闻 请订阅按赞分享TVBS新闻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也请下载TV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